一般初学书法不必准备豪华的用具 只需一支适合的毛笔 一瓶墨汁 一个瓷碟 一卷练习用的圆书纸或毛编纸即可 初学书法 以五指握笔法为先 及叶压勾格底 叶是大拇指指度部分紧贴笔管 压是食指与大拇指相对加持笔管 勾是中指勾住笔管 格是无名指甲肉相连处挡住笔管 底是小指紧贴无名指以住之 五指之力相互配合直住笔管 其力才得平衡 此外要求指食 掌虚 碗平 肘旋 这样直笔写字 方采笔风中正 运转自如 初学书法 不必研磨 可将现成的墨汁倒入磁碟 毛笔乘45度斜角 进入墨汁中 停顿数秒并四周翻转 直至完全将墨汁浸润 然后以万粒将笔毛在磁力边缘铁室 起掉多余的墨汁 将笔毛里顺 笔尖尖铁 笔身中正 横画 笔风乘45度向右下方自然落笔 随后 利用万粒将毛笔顶起 然后 微转手腕 改变笔毛的行进方向 平稳保持笔毛 在线条的中间部位行走 速度易慢 不易快 最后 由手腕发力 领起笔毛 向右下方做暗的动作 随后 收体笔封 向左回封收 术画 起笔同横画起势 但要更明显地转动手腕 以改变笔毛的行进方向 朝正下方中锋直行 一般 有垂路与玄针之分 垂路是收笔 如横画的 收笔动作 提按后向上回封 玄针 是在竖画下半部分 边收边提 使收笔 间细挺立 变化 轻微落笔 并调转笔风 毛笔朝左下方45度逆势行走 保持运行过程中的圆弧饱满 至中下步 边收边提 使得收笔间细 纳画 一般有一波三折之说 其笔要轻 然后顺势微调笔风 向右下方由轻而重铺毫 使形态 由细到粗 并呈现一定的弧度 至笔画底部 调风 向右方 边提边出风 直至完全提起 提画 落笔稍重 转弯调风 动作鲜明 朝右上方45度行走 紧接着出风 立送彼端 横折 本质上就是横画与竖画的联合 横画收尾动作省略 直接连上竖画起笔的动作 注意要写出 横细 竖粗 横长 竖短 横平 竖斜的姿态 竖钩 起笔和行笔 同处画 至收尾处稍作顿挫 出风前调整笔风 使笔风直立 果断出风 点画 书写时 笔风45度落下 在按下的同时 使笔风收拢 并向右上方回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